中正國民中學 八年級升九年級 那這三天我印象最深刻的最主要就是兩個點 第一個就是在第二天下午的時候有一個那個夢想舞台 那個時候在台上在發表的時候 真的是我事後自己看到的時候 我也是覺得就是很感動 這第一個 然後再來是 今天就是第三天 在那個社會的舞台上 在攝影棚裡面在錄影就是 當一個主播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就是我這此生 第一次覺得攝影鏡頭這麼恐怖 就是我在 在我的視線範圍裡面我只看得到 攝影鏡頭就是因為我本人就是 一個上台經驗算是比較豐富的人 所以我看到看到 人群是不會緊張 就是人越多也是 就是沒關係但是 在看到攝影鏡頭我都會非常的就是 緊張那這一次我也是 就是成功克服了恐懼就是上台這樣子 也是發表了一段就是 我自己也覺得不差啦這樣子 那歡迎大家就是也可以來這邊精進自己 然後提升自己講話的自信心 或者是談吐的方面 謝謝